你好,欢迎收看3月28号大花联地方新闻,我是路易会 花联县政府推出了清明节扫墓的便民措施 直至起到4月3号,民众可以在十三乡镇市的护镇事务所领取鲜花 后来民众可以踊跃利用 3月底即将结束了,4月初就要马上来临了 迎接来到清明扫墓日子了 花联县政府并且办理清明扫墓便民服务 从3月26号起到4月3号开放民众在十三乡镇市护镇事务所领取 4月4号、4月5号在公墓以及纳谷塔发放鲜花以及矿钱水等扫墓用品 欢迎民众踊跃领取 清明将至盛中追远 县府未便于花联乡镜市扫墓 于3月26号至4月3号上午8时至下午16时 于各乡镇市护镇事务所备有鲜花、公花莲乡镜取用 令于4月4号及5号上午7时至11时 于本县设置扩大42个服务据点为乡镜服务 清明扫墓是中华民国传统重要的祭祀节制 交人共同祭祖扫墓缅怀新人恩哲 幸福民政出场林金虎表示 欢迎福为了传扬追思敬祖美德 并且鼓励民众返向祭祖从102年开始 规划清明扫墓并民服务 在实际家政市护镇书所以及公墓 纳谷塔等据点发放鲜花 以及矿泉水等扫墓用品 成功民众好评 10月4号到4月5号在公墓 纳谷塔设置服务据点发放鲜花 以及矿泉水等扫墓用品 数人有限发往为止 记得终于欢迎收视频道